大家好,欢迎收看爱生电子 有朋友想了解WS3441LED横流源的工作原理 我们看,这个就是它的实物 这端是220V输入,这是整流桥 这两个是电流取样电阻 就是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七八角输出的 这个芯片就是WS3441LED横流源芯片 这个334的就是上边的供电线流电阻 这个是分压电阻 这个滤波电容就是供电滤波电容 四角供电的,三角是空角 我们平常给它接地 二角是输出开路保护引脚 外接电阻和电容 主要是限定后级当开路的时候的电压 比如说我们限定为100V开路 那么这个位置超过100V的时候 就过压保护了 所以二角这个电阻的组织 就决定了后级输出过压保护的电压值 这个像变压器一样的 就是输出的电感 这个电容就是输出滤波电容 后边通过导线接LED灯珠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蓄流二极管 这是它的个引脚功能 我们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220V输入经整流桥 整流以后 经300V滤波电容滤波以后 两端电压能够正常达到320V左右 当300V滤波电容损坏的时候 容易出现灯闪烁的现象 320V通过线流电阻 线流分压电阻分压 供电滤波电容滤波以后 给四角供电 四角的电压如果偏低 一般输出就会电流偏小 使灯光变暗 三角是空角 二角我们刚才说过了 一角是接地 五角六角是内部功率管的漏极 七角八角是内部功率管的原极 外接电流取样电阻 当开机时 这个320V通过灯珠 通过电感 然后通过内部功率管的漏极 原极 通过电流取样电阻入地 形成电流 使灯珠点亮 并且内部功率管导通的时候 给这个电容充电 这段充正 这段重复 当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 达到400毫伏时 内部功率管截止 当内部功率管截止的时候 由于刚才 内部功率管导通的时候 在电感上储存了磁能 这个感应电动式会倒向 会产生左正 右负的感应电动式 这个正电压通过蓄流二级管 然后通过灯珠回到这端 另外刚才电容上存着的电压 也是通过灯珠 然后通过这回到电容的这端 使灯珠继续点亮 当内部检测电路 检测到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 降低到一定的值的时候 内部功率管再次导通 重复下一个循环 如此往复循环 就使灯珠不间断的被点亮 如果LED灯点不亮 首先我们要测量 300V绿波电容两端 是否有电压 如果两端没有电压的话 我们要查整流桥 以及前边输入电路 有的呢还有保险电阻 如果两端有300V 那么我们要检查这个四角的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四角没有电压 很显然芯片是不能够工作的 如果四角电压正常 我们要检查电流取样电阻是否开路 也就是这两个电阻 如果这个电阻开路了 那么它没有回路了 也不能够正常工作 检查了这些外围电路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要看一下灯珠是否有单个损坏 因为灯珠是串联的 有一个损坏 那么很显然是不能够点亮的 检查了这些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要怀疑芯片是否损坏 我们可以直接更换一个芯片 电感和二级管损坏的概率比较小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